这个女人正被自己的亲生孩子给溺到水中 她浑身不停地颤抖抽搐 布满血丝的双眼正死死盯着那平静的天空 随着孩子毫不犹豫地按下他们的母亲 即使她怎么挣扎 孩子们依然没有放手 直到母亲慢慢没有了动静 没有了呼吸 孩子们才将母亲从水里拖了上来 对着她的胸口开始做心肺复苏 她的孩子们认为 只有淹死自己的母亲才能够救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几天之前 一家人还其乐融融 母亲夜里在医院当着保安 兼职偷点安眠药出来补贴家用 现在白天连打个盹的时间都没有 就要送自己的孩子们去上学了 可就在一家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车窗外的太阳突然剧烈地闪烁了一下 母亲以及马路上的汽车全部都失去了电力 开始失灵 母亲的车被侧面而来的把UV给撞翻倒了 滚到了底下的湖中 母亲与儿子艰难地爬了上岸 可是小女儿却没那么幸运 她刚刚失去了整整一分钟的知觉 为了避免有什么后遗症 母亲还是带着孩子们去往附近的医院检查 可医院里此刻一片狼藉 伤患挤满了这个地方 医护人员眼看他们一家人没有什么大碍 就急忙去照顾其他病人了 但这场太阳药班活动 不仅让全球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 人们也无法进入睡眠 就连医院里的植物人 纷纷都苏醒了过来 晚上母亲回到家中 与家人商量明天的计划 之后自己盯好了一旁的闹钟 可几个小时过去了 自己和儿子却没有丝毫入睡的迹象 但出人意料的是 自己的小女儿却睡得十分香甜 为了让自己与家人可以正常入眠 母亲趁着夜色 闯回了自己工作的医院 想要偷一些安眠药给家人服用 这时一个军人突然发现了他的刑迹 当场质疑他在干什么 索性军人的上级少校出现救了母亲 他们多年以前是一个军营的同事 从事精神科类的研究 少校带人拿走了医院中所有的纸质资料 并希望母亲现在能跟自己到基地去 人类此刻需要他的能力 一头雾水 不理解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校就向属下交代了一些事 匆匆忙忙离开了 而那位属下则告诉母亲 现在人类离世界末日不远了 所有人类都无法入眠 48小时不睡觉就会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 69小时就开始出现幻觉和行动问题 随后是器官衰竭 身体瘫痪直至心跳停止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如果在五天之内 无法研究出方案 那时将会是人类灭绝之日 现在整个基地都是为了一个发现的入眠者准备的 但母亲却质疑到 自己的小女儿能够正常地睡觉 这一消息让属下激动不已 俩人随即也回家去找小女儿 但经过十个小时的无眠 母亲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况开始不对劲 墨写了十个数已经错了两个 当务之急需立马带着女儿去搞清楚失眠的原因 一路上因为缺觉而异常兴奋焦虑的人 在大街上肆意地破坏抢劫药店 但即使是麻醉剂都无法使人们安静下来 与此同时 因为小女儿能够正常入眠 孩子的外婆就把她带到了教堂 希望众人能够对着小女孩祈祷 以请求上帝的原谅 重新还于人类睡眠的能力 但疯狂的信徒们却无法等待 叫喊着把女孩献祭掉 牺牲掉她一个就能换来整个人类的延续 此刻母亲等人姗姗来迟 不顾众人的阻拦也要把自己的孩子带走 可这般信徒到了这个时候哪还管那么多 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通通都扔到一边 其中一个警察当即就拿起枪爆了那个属下的头 其他信徒也如鸟兽一般 朝着小女儿逃跑的方向就追了过去 而母亲趁重人乱作一团 找到了小女儿 带着家人一路逃到了大陆上 方才慌张的心这才平定了下来 儿子拿着刚才从尸体中掏出的基地地址 告诉母亲现在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往这个地方 即使母亲再觉得那个地方不靠谱 但几天之后人类没有解药灭亡之后 自己女儿这么小 也没有办法在空荡的世界存活下去 母亲只能答应儿子去往基地 母亲从废弃的处理场中 搞到了一辆可以发动的汽车 带着孩子们就上路了 一路上破败不堪 即使全人类才失眠俩天 可文明似乎已经走了她的生命尽头 母亲从死人身上顺走一把手枪来防身 一家人来到一座图书馆寻找地图 母亲将女儿拉到一边 让她以后用心学习 即使自己不在了也能够照顾自己 还让女儿端起手枪练习射击 这番操作让女儿十分伤心 不愿意相信以后会离开母亲身边 当下就跑了出去 而自己的儿子也质疑母亲 为什么刚才会对自己开枪 现在他们已经整整四天没睡觉了 母亲已经无法正确看出地图上的数字 这时母亲他们注意到了大街上动静 原来是监狱里的囚犯趁乱跑了出来 母亲拿着枪对着眼前思维混乱的囚犯 警告他们离自己家人远一点 但囚犯们因为失眠过度 藏在内心的恶被无限激发出来 即使母亲开枪警告也丝毫不后退 就在这时一个黑哥把车架在了马路中央 带着他们一家人跑了出去 车上母亲对着这个救了他们的不速之客 并没有丝毫松险 拿着枪与他对峙 可一个刹车却让黑哥夺走了他手中的枪 但没想到的是 枪中没有一个子弹 俩人又重新回到了水平线 经过一番了解黑哥与母亲达成共识 只要能够将他们送到基地 这辆车就送给黑哥 听起来是一笔很划算的声音 到了夜里 母亲一边教女儿开车 一边与黑哥交谈着 可就在此时 正前方出现了一处路障 上面竟然掉满了受伤的人 母亲想要开车逃走 但黑暗处走出了一群全副武装的人 打破车窗 试图把车里的众人拖拽出来 一直到母亲猛踹油门 这才逃出升天 母亲他们开了一路 终于到达了基地 与黑哥道了别 就准备前往 但母亲却让孩子们先留在这个小木屋中 自己前去查看基地是否足够安全 要是不对劲 木屋里的食物也足够他们吃一周 然后再去寻找出路 母亲依不舍地与孩子们道别 自己顺着小心 绕过桥上看守的士兵 一路小心翼翼才潜入到屋内 母亲换上了医护人员的服装 打算先找到基地中那个入眠者 看看情况 基地中不光是士兵 就连所有医护人员都已经惊提力尽 眼中看不到一点光 就连拿着试管的手都在不停颤抖 似乎下一秒心中的那根弦就要彻底断开 母亲终于在一个房间中找到了那个入眠者 可是没想到她居然是一个垂木的老妇人 在几天高强度的实验下 向母亲恳求到放过自己 但母亲却说自己是来解救她的 现在老人是这个世界唯一能幸存下来的人 希望等她出去后 能代替自己养大自己的女儿 但看着眼前这股兽如柴 深埋黄土半截的老人 别说带大她女儿了 她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几天 没等母亲说完 少校此时就发现了底下的她 但没有过多的怀疑 以为是母亲前来帮忙 母亲问起劫药是否已经研制完成 可少校却连连摇头 这六天以来研究毫无进展 即使集结了最精英的一群人 都无法破解人类失眠的问题 现在唯一的答案就是 人类必将灭亡 在得知没有解药后 母亲绝望万分 难道自己真的就要与家人分离了吗 自己女儿那么下 根本无法在这个乱世中生存下去 突然天空中信号弹响起 老黑哥开着车 带着他的孩子们 硬生生闯入了基地中 在士兵的包围下 希望能将小女儿当作试验品 拯救人类 小女儿也被少校他们控制起来 被医生放在床上开始测试 果然在以迷的麻醉下 小女儿能够正常入眠 这下让昏昏沉沉的少校 再次兴奋起来 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入眠者 研究不出新的内容 有再多入眠者也无济于补 牢房中的母亲 因为七天的失眠 整个人已经在身体极限了 视线已经整个模糊起来 与少校的对话也开始失去逻辑 眼前也不断开始出现幻觉 另一个士兵进来 想要带走母亲的儿子 与小女儿开始基因比对 找出小女儿的独特之处来 可这是屋外的一个士兵 散植已经掉到了副植 把地上的松果给幻想成了手榴弹 以为是敌人来袭 开始胡乱开枪 其余士兵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枪声 好比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有士兵开始将枪口 对着自己身边的人 毫不犹豫地按下扳机 而少校也在医生失误的操作下 注入了带有空气的针管 寿终正寝 而儿子也终于是扛不住 在母亲面前悟出了高压电 直接休克了过去 小女儿想起刚才医生 拯救老妇人的操作 就跑到手术室拿来了心脏起搏器 可以是模糊的母亲因为操作不当 众人都被电昏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 整个基地一片狼藉 满地都陈列着尸体 醒过来的小女儿 惊喜地发现了活过来的哥哥 而儿子却恍惚间说 自己刚当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随后小女儿看着地上的颈灰 和一旁的起搏器 她意识到了自己和哥哥 都是因为死后重生 才拥有了睡眠的能力 看着车上奄奄一息的母亲 兄妹俩决定孤注一掷 驾着虚弱的母亲来到了小溪边 将母亲带到河中死死地按了下去 最后被带上岸边的母亲 在儿子一次次用力地按压胸口下 发出了最后一次用力地喘息